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无二读语 我们国家的普通话 大家好 我的中国名字叫空浩 来自巴基斯坦 我刚刚从西北农丽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掌业博士学位毕业了 我第一次2015年来到西传农业大学读的说是三年 然后2018年来到杨宁上期 这边读的博士 我发现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 所以刚好在杨宁有农业会 来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什么技术 能够帮助到我自己国家发展起来 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农业现代培训基金国陕西洋人住坡搭建的 在无二读语和斯坦达到了一个台湾园区 我们终于种植一些东西包括咱们西传黑大学的一些种子 油培棉花还有包括留一些农作物 在巴基斯坦这块我们进的最多的话就是咱们工艺品 中国在上海组织国家这一块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 然后把中国的所有的特色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东西也进口到巴基斯坦 我来看看烧麦的种子 因为我们巴基斯坦人的厨师是小麦 现在气候变化很大了 所以我们烧麦的销量越来越少 水量也越来越少 所以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可视的种子 因为那边气候的话就是跟新疆那边 对的对的没错 因为我们冥乡那边 和港广度赶宿那边有点接近 我建议的话就是 mysteries有的张老师他 咱们宁山那边是轮廓院或他们搞的小园 我还在就是缺习这个长寸振兴的所有调捥 我想了解一下 再回巴基斯坦去复制一下 帮助自己的国家也发展起来跟中国一样 cried look at the night 我 dabei了相信时间已经不短了 我发现山区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美 而且这边玩的机会也挺多的 所以我欢迎你们来到山区 我在这边等你们 Welcome to山区 Bye bye